从事清洁工作 卖的是劳力活 用心刷洗厕所 工作时的阿湘认真严谨 还曾荣获台中市身心正爱 模范劳工 希望能一直努力下去 然后把幻庭这个困扰 就是克服 原来阿湘罹患思绝失调症 国中时压力爆表 导致严重换听 都在骂我 说我很笨什么的 他就说因为你都很差 所以都没有人要理你 经过治疗 病况稳定好转 阿湘加入玛丽妈妈 庇护清洁工作队超过十年 最困难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认为自己就是很好 就是都觉得自己很差 但是有很多老师一直支持我 跟我讲说不要急 这样慢慢来 一方面是关怀他工作上的情况 那再来就是关心他最近服药 那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那他的表现都一直都是很受肯定 持续关怀 加上阿湘十分努力 逐渐走出幻庭带来的困扰 拥有稳定生活 大新闻黄子玲 林欣宏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